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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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世界上,還會有人關心我 誒,傑容啊,我就因為相信你,所以我才會來找你的哦 都是因為我一時糊塗,才會欠下那些債務 都是我自己的錯 我不要活了,我不要活了 王衡,你住手啦 你就算現在把自己打死,又有什麼用呢 這些你先拿去應應集,其他的我們再來想辦法好不好 可是,可是,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會解決 王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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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對不起,伯伯,對不起,沒關係 沒關係 哎,你要走啦,不吃了飯再走嗎 是啊,王衡,吃完飯再走嗎 對啊 不用了啦,不過我真的要走了,我爸還在家等我呢 對了,傑容,謝謝你啊 今天,教了我這麼多 王衡 這孩子是怎麼了,看起來好像沒什麼精神的樣子啊 趕快來吃飯吧 哦 嗯,你怎麼了 啊,沒什麼啦 剛剛王衡問了我一題蠻難的城市設計,我還在想呢 你就是那麼用功,不像節稅 哎 齊順不是早上就出去了嗎 怎麼到現在還沒回來 真是要命,房間怎麼這麼亂呢 也不整理整理,像個狗窩死了 媽,我吃飽了,我出去找節稅 啊,既然她的話,叫她趕快回來吃飯,做功課 啊,我知道了,你放心 啊,你放心 說回來 幾十幾年 還不完 大家 那些人 這麼高 好 真高的 六,六, 四,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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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六, 哎,他来了 哎,过来 过来 怎么样 钱呢 是不是不够啊 还是根本就没钱还呢 我说过会还 就一定会还了 不过 没本事还爱玩 当初我们借钱给你可是二话不说的 怎么 要你还个钱你就拖拖拉拉的 还想讨价还价是不是 再给我几天时间吧 到时候 我一定会连本带利的统统还给你们 不行 想赖呀 小兄弟 我们也很急用 才会急着向你讨债 不然这小小的十几万算得了什么呢 是不是 这样好了 我们再给你一天的时间 明天一定要带钱过来还 怎么样 大哥我够意思了吧 嗯 屁话 明天要是再拿不到钱的话 你给我试试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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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下可以打个过瘾了 看我的厉害 家族马力出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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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 啊 啊 快过去 快 搞什么飞机 那个缺德鬼搞的鬼 孩子人不偿命 对不起 是你 你们两个认识 岂止认识 他是我的坏同学 我们重班两年多了 那真是太巧了 坏同学 你才坏同学 彼此彼此 好痛 对不起 对不起 上诚哥 可不可以麻烦你把我袋子拿过来 好痛 好可怜 血都流出来了 不要动 越动 血流的越多 真的假的 哪有血 你敢骗我 不要跑 抓不到 抓不到 好 来啊 来啊 好 好 来了 对了 忘了给你介绍 这位是我表哥 从美国回来的 叫他上证哥就行了 上证哥 你好 好 你带着 你带着 外用 你的钥匙掉了 谢谢啊 干什么 擦药啊 不用了啦 这点小伤 算不了什么 是吗 那你刚才为什么一直大叫啊 来吧 擦一下嘛 不然我会良心不安的 我看你们哪 真是一对活宝 对不对 你们俩我到那边试飞机去了 你什么时候迷上遥控飞机的 我怎么都不知道 把飞机给我 哇塞 这飞机好重啊 对了 刚才你问我什么 我说 你什么时候迷上他的 我一直有个梦想 希望能翱翔在蓝天白云间 你知道吗 那种感觉啊 太棒了 嗯 玩遥控飞机有一种间接翱翔的感觉 所以 我没跟你说过啊 嗯 改天啊 我带你到房间瞧瞧 我搜集了好多飞机的模型耶 上诚哥啊 还从美国带来一个飞机模型耶 哇塞 纯黄金打造的耶 啊 纯黄金打造的啊 哦 那他一定很贵喽 当然喽 大概十几万吧 啊 十几万啊 哦对了 你好久啊 没来我们家了 搞不清楚 哪天来啊 让你瞧瞧 不是盖的哦 那光芒啊 闪闪发亮 夜晚都不要开灯 我的梦想 就越加的坚定 哎 我到那边试飞机啊 啊 哇塞 你看 飞机摔那么烂 还能飞那么高 嗯 嗯 你真行耶 嘿嘿嘿 妈 妈 你看哪 结束回来过 还抱着钱偷走了 这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我刚刚在后面帮他洗衣服 也没注意到他回来 哎 你爸出差在外 他就乱来 等爸回来了 我好好教训他才怪呢 啊 他一定是去打电动玩具 我去找他 谢谢 你知道吗 我真的好担心你 你这一天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吗 我 我去一个 哎 跟你说你也不懂啊 谁说我不懂啊 你又还没说怎么知道我不懂 反正不是个好地方啦 嗯 不是好地方 那你为什么要去啊 嗯 就是去了才知道 不是个好地方啊 那 那你要让我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 你很担心我 你好厌啊 嗯 嗯 说真的 凌肉 我真的很感谢 你这样关心我 不过 像我这样一个 一无是处的人 并不值得你关心啊 哎呀 你讲这些干嘛啦 哎 我觉得你今天怪怪的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嗯 嗯 有什么事情 我可以帮得上忙吗 嗯 这件事 你一定要帮我 只有你才能救得了我啊 哎呀 你不要这样子嘛 你说 能帮得上我一定帮你 好 走 我们先去准备一下 哎 可是你还没说什么事啊 哎 反正是一件有趣的事啦 嗯 可是我 好了啦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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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走啦 跟我回家 说 你为什么要偷你哥哥的钱 我沒有 你還說沒有 那你現在哪來這麼多錢去打電腦玩具啊 啊 不是 是從我豬公布買挖的對不對 才不是呢 那是我在路上撿到的啦 撿到的 撿到的錢可以拿去用嗎 我平常是怎麼教你的 你說話 要不然你的溜溜球 為什麼會在我書桌上 不要因為你爸爸不在家就可以亂來 媽是希望你能夠誠實 誠實的小孩才可愛 大家才會喜歡呢 對不對 那你告訴媽 錢是哪裡來的 我真的是在路上撿到的嗎 結帥 這孩子這麼小就這麼壞 將來可怎麼得了啊 媽 弟弟一定是一時貪玩才會這樣的 我會找時間好好勸勸他 你不要難過了 這樣不太好吧 走啦走啦 真的要這樣做嗎 我好怕啊 放心啦 他們今天晚上參加生日派對了 不會太早回來的 那其他人呢 好 允揚他爸媽去大陸探親啊 哎呦大小姐 我拜託你不要這麼緊張行不行啊 可是我還是很怕 我也不叫你搶銀行 你怕怎麼怕嘛 我只是借用你的眼睛跟嘴巴 待會兒啊 要是你看到有人走過來 就喵喵兩聲 喵喵 對 如果人走了 一切正常的話 就 喵喵兩聲 那我就知道 可以下手了 喵喵 哎呀不行啦 我還是會怕 萬一又是有人 難道你忍心看我被人家討債 毒打 甚至滅口嗎 哎呀 好啦好啦 你說做什麼我都答應 不要嚇我嘛 我是說真的 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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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 對 就是這樣 你小心點啊 我進去了 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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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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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 站住 别跑 站住 别跑 站住 站住 别跑 站住 站住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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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洁顺 好了 快出来 洁顺 出来了 洁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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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门 还是不敢开门 妈 我看我们就不要停那件事了 反正钱已经用了再追究 洁容话可不能这么说 妈知道你是想替你弟弟开罪 可是如果真这么做了 不但不能帮他 反而会害了他 你知道吗 哦 你想想看 如果说让他从小就养成这种 不告而取的习惯 将来等他长大了 随便去拿别人的东西 这样子是很容易犯法的呀 那 要怎么帮助他 我已经跟你舅舅谈过了 待会他 等一下 喂 啊 是你啊 哦 好 好 好 那你就晚点过来好了啊 好再见 拜拜 你舅舅说啊 临时有个案子要处理 好像是关于窃盗的 可能晚点过来 窃盗案 这年头是怎么回事 真是 远阳是你同学 你们也很要好 那你为什么要去他家刑窃呢 我 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吗 走投无路 所以你就利用他替你把风 你好下手做案 嗯 嗯 你是不是帮他把风啊 到底是不是 是 是啦 是他要我帮忙的吗 你不是要这样做是犯法的吗 你不是要这样做是犯法的吗 我还要脸 我还要脸呢 王先生 你不要做人 我还要做人 这里是警察局尊重一点 我管这是哪里啊 我在教训我儿子谁都管不着 我告诉你 你老爸我虽然一辈子最深梦死 可是我不投不强 可是我不投不强 你对我干什么啊 不孝子 你这个不孝子 你这个不孝子 你 王先生 用这种眼神看你老爸 啊 对 我是不孝 我是没有用 我是比你还不如 可是爸 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会变这样吗 你不知道 你知道的 只是酒 除了酒 还是酒 你根本没有好好的关心过我吗 你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 你想的是什么 啊 我出去外面工作赚钱 供你吃喝 供你读书 我没有照顾你吗 我承认我脾气不好 有时候打你出去是不应该 可是你想想 你不惹我 我会生气 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是离不开酒了 我知道 我知道你嗜酒如命 可是我更清楚 都是因为你爱喝酒 妈才会离开我们的 不要提那个臭女人 爸 妈并没有对不起你啊 她骑我们远不过 她还不再是坏女人 爸 今天我叫你一声爸 那是因为我尊重你 但是 除了尊重以外 难道 就不能让我感受到一点你的爱吗 妈 妈 她骑你百圈不听 她走了 可是我呢 我也能因为恨你 而离开你吗 我不能啊 就算是你再坏 再对我拳打脚踢 你还是我的爸爸 你还是我的爸爸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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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杰荣啊,今天早上王鹤来找你,并不是为了功课的问题,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帮他掩护呢?如果早一点让妈知道的话,说不定妈可以帮助他呀,也不至于弄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我...舅舅,王鹤会不会派行吗?他会不会要坐牢啊? 目前警方已经将他移送地检署了,检察官会依据他的犯罪情节做适当的处理 都说我不好了,害得他去偷东西 好了杰荣,你也不要太自责了 这个王鹤也真是,怎么会糊涂到欠人家十万块赌债呢? 各,十,百,千,万,十万 哇,十万呢 那该怎么办呢? 根据我的了解,王鹤由于是夜间侵入别人的住宅内加以刑妾,所以是属于加重妾道罪 那会关多久啊? 加重妾道罪比普通妾道罪重 可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哇,会那么久啊 那我们家林若呢?他还未满十八岁啊 哎,请坐啊 坐 至于林若,他帮王鹤把风 依照法律的规定也是共同参与犯罪 和王鹤一样触犯了夜间侵入住宅窃道的加重窃道罪 那怎么办呢? 但是因为他未满十八岁 所以会由少年法庭处理 那是说可以不用坐牢了? 这一切还要看少年法庭的裁定 如果正如我所说的 林若可能不久就可以责付给父母管教了 真是谢天谢地啊 哼,都是你儿子了 好端端的,干嘛要拖累我女儿啊 真是管教不当 我是管教不当,怎么样嘛 我儿子啊,我清楚得很,又不让你来数落我 你... 好了,少说两句行不行吧 哼,常常有很多青少年朋友 以为共犯的罪行是彼此分担的 因此便常常做出许多悔不当初的事情来 也许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彼此壮胆呢 嗯,不错 可是要知道 只要是参与犯罪的人 不论最后下手的是谁 罪行都是一样重的 并没有所谓刑罚分担的道理 那只要是在场也算是犯罪咯 是的 虽然凌若并没有偷窃行为 可是他帮王衡把风 这就构成共犯的要件 因此他的罪行和王衡是一样重 那你刚刚不是说我们凌若可以责付给父母管教吗 是的 那是因为凌若尚未满18岁 法律规定凡12岁以上未满18岁之人如果触犯刑法的话 都必须依少年事件处理法来处理 所以凌若的案件是要依少年事件处理法来处理的 这几天你还好吧 这几天我也想了很多 为什么我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管不好 儿子 你说 爸爸是不是很没用 爸 爸 你不要这样说 在我心目中 你永远都是最好的 是我自己不好 不听你的话 是我自己不乖 儿子 爸 你要好好待在里面 不要再做啥事了 好 好 我知道 爸爸会在家等你回来 等你回来团圆 爸 儿子 爸 姐帅 这么急着用功 来 到舅舅这边来坐 来 舅舅跟你说话呀 姐帅 你真的偷了你哥哥的钱吗 不 姐帅呢 基本上像这种同才共居的亲属间窃道行为 是属于告诉乃论 告诉乃论 什么叫告诉乃论呢 告诉乃论 就是当被害人 向司法警察或检察机关提出告诉后 检察官才会对刑切者予以追溯 那如果不提出告诉嘞 那法律上就不做任何追溯了 现在假设我是检察官 我说是检察官 杰柔 你要告你弟弟偷了你铺满的钱吗 我想 只要杰顺知道改过就好了 我不想他被抓去坐牢 嗯 嘿嘿 因为啊 杰柔如果被抓去坐牢的话 那就没有人陪我玩了 对不对 走 哈哈 哈哈 要是那天我能拉住你 或是帮你筹足十万块 你也就不会去做这种傻事了 这是我自己不好 怎么能够怪你呢 我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呢 不要这么说 你一直都是我王衡最相信的朋友 最有义气的兄弟 可以的话 帮我照顾我的爸爸 他之前来看过我 他说多了 我很担心 嗯 我会的 你放心好了 来 给我 再过几天 法院就要判决了 你不用太紧张啊 我只是提醒你 要勇敢地接受法律的制裁 知道吗 我知道 事情敢做就要敢当 我会勇于接受的 诶 别我 王哥哥 你会不会害怕坐牢啊 宣判 请洗礼 被告王衡 共同于夜间侵入住宅窃盗 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缓刑两年 被告赤回 如被告不服本判决 可于收到判决书后十日内上座 太好了 真是 王衡可以开市了 我儿子可以不用坐牢了 恭喜恭喜啊 谢谢 谢谢 王衡 我儿子 以后可以好好做人了 我知道 你妈妈 这样是最好的 对不对 王先生真是恭喜你了 谢谢谢谢啊 好了好了 那我们先回去啊 你慢走 你慢再见 再见了王衡 再见王先生 你再来再见啊再见 恭喜你了王衡 法院给了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你可要珍惜哦 嗯 我知道 谢谢你丁律师 谢谢谢谢 谢谢 哦对了 什么叫做缓刑啊 所谓缓刑 根据刑法第七十四条规定 必须受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罚禁之宣告 而有阻列两种情形之一 认为以战部执行为适当 得宣告两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缓刑 第一种是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行之宣告者 第二种是以前受有期徒刑以上行之宣告 执行完毕或赦免之后 五年以内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行之宣告者 那阿衡没有前科 所以就被判缓刑哦 是的 加上王衡还有学业尚未完成 所以判处缓刑是比较适当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如果王衡在这两年内再犯罪 而受到有期徒刑以上行之宣告的话 那缓刑的宣告就会被撤销 不仅后来判的刑 还要加上原先所判的有期徒刑 两者一并执行 这样 所以王衡 在这两年的缓刑期间 你一定要小心注意 千万不能再犯法疯 嗯 我会的 我一定会好好的重新做人 嗯 诶 那李若呢 他怎么样了 根据少年法庭的裁定 他已经交由官护人保护管束了 哦 窃盗罪有三种情形 分别是 一普通窃盗 二加重窃盗 三长夜窃盗 普通窃盗罪是意图为自己或第三者不法之所有而窃取他人动产者 简单的说就是不告而取 这种在量刑上可以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是五百元以下之罚金 所谓加重窃盗罪总共有六种情形 一 与夜间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筑物 船舰或隐匿其内窃盗者 二 毁越门扇 墙员或其他安全设备窃盗者 三 攜带凶器窃盗者 四 截火三人以上窃盗者 五 乘火灾水灾或其他灾害之际窃盗者 六 在车站部头窃盗者 其量刑上可以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长夜窃盗罪就是以犯窃盗罪为长夜的 此类量刑较重 可以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以保安处分第九十条规定 得于行之执行完毕或赦免后 另入劳动场所强制工作 处分期间为三年以下 不得于行专家 不得于行之执行完毕或赦兹